在考虑是否该将公积金储蓄作为贷款抵押前,我们得先明白这个提议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 很多大马人依然因冠病疫情的影响或高通胀环境在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中挣扎,谁是最大的意者? 此举对债务负担沉重的政府来说,既可缓解人民的一些财务问题,又不需再挖国库来给予更多救济。 那些没有资格申请贷款或信用评分低的人将是最大的意者,尤其是那些失去了工作,但却有可观公积金储蓄的人。 公积金派息受影响,公积金是汇集会员的资金来投资,让会员从中受益,特别提款计划会令公积金流失金钱,削弱投资能力,影响潜在回报。 至于开放公积金储蓄做贷款抵押,既让需要资金的会员获得帮助,也能确保公积金可以投资的金额不变。 可能出的差错,考虑到当前经济气候和利率的上升,需要偿还的金额增加,可能会令你在挣扎的人更陷入债务困境,最终可能会失去部分退休基金,而掉入比贷款前更糟处境。 是个好主意吗?将公积金资金用作抵押品确实可以帮助你获得经济援助,而不受提取资金的影响,同时也能继续享受公积金派息的红利。 总而言之,但凡贷款,你都要谨慎和明智地进行财务规划,以确保还贷不会成为另一个经济负担。